好 早上七点钟了 我们持续还是要来关心问题油的后续发展 那么魏权呢 这回涉嫌是使用大桶长机餐尾的混合油 来混冲高价油品赚取了暴力 那么甚至没有经过加工直接的分装贩售 也签下了窃解书来欺瞒卫生福利部 六年来一共就获利超过了一亿四千万 对此呢 检方在昨天是兵分多路进行搜索 有没有脸啊 陶大姐啊 甲油风暴越演越烈 涉案前期高达魏权董事长魏应冲 总经理张教华 凌晨3点20分转列被告移送北检附讯 没想到现场爆发火爆冲突 媒体包围下魏应冲的三名保镖 竟然动手推击记者 阻挡采访导致两名记者受伤送医 北检指挥市调出人员晚间搜索 魏权公司总部 经过四小时搜索 调查员班总一大箱证物 里头就装着魏权可能隐瞒的黑心油秘密 北检主任检察官胡元龙带队 突袭魏权公司 并约谈魏权董事长魏应冲 和总经理张教华以及相关主管 要查明有没有涉及诈欺 已经扣得相关的采购文件等资料 并于随后传唤魏权公司 负责决策财物以及采购 之相关涉嫌人以及证人 共六人 魏冲先前倾上火线鞠躬道歉 却止不住石油风暴 高检署查魏权六号兵分三路 除了台北总部 屏东地检署也到鼎心屏东大渡厂 和彰化总厂搜索进出货单据 和账册资料 还带走电脑主机 鼎心自由厂六年多前 就以低价买进大桶油 帮魏权代工21项油品 甚至直接向大桶油分装换标签 提高两倍价格贩售牟利 一连串行为恐涉及诈欺 未照文书 让未应抽罕见遭检调搜索约谈 老字号食品厂遇到公司成立以来最大危机 记者台北众文报道